在景点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中,小燕子是一个非常心直口快的人,他在说话的时候从来不会考虑对方是怎么想的,很多时候都会搞得气氛十分的尴尬。 今天咱们来回忆一下,小燕子被乾隆盘问,此时候搞出了一个紧张气氛,对于小燕子带着夏宇和的遗物出现,乾隆在诬陷的欣喜之余还有许多的疑问,毕竟和夏宇和分别数年,突然有这么大一个女儿站在面前,有许多谜团还是需要解开的。 在她的伤好之后,乾隆就迫不及待和令妃皇后一起盘问一下小燕子,乾隆考验的第一个问题,就是问她和夏宇和是怎么相识的,如果小燕子真是他们的女儿的话,宇和肯定会告诉孩子他们相识的故事。 只不过这个桥段,小燕子已经在紫薇的口中听说了,所以就毫比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。 她说当年黄阿玛为了碧雨逝去家里小作,后来雨停了,小作就变成小柱了。 小燕子的心直口快搞得黄阿玛惧尴尬,尤其是还是在皇后和令妃面前,只好干咳,那两声跟他们说,正是这样,就是碧雨。 这时令妃和皇后同时看向乾隆,那眼神仿佛在说,原来你是这样的乾隆,看见人家姑娘小作就变成小柱了,普遍来源于榜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